中国女排将全力以赴迎接今晚开始的比赛 朱婷将首发出场 最近中国女排在香港如火如荼的备战 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 她们的目光坚定地锁定 在6月11日的首场与保加利亚女排的对决上 因为这场比赛不仅关乎着荣誉 更是通往奥运舞台的重要一步 然而在这紧张而关键的时刻 一位备受瞩目的奥运冠军丁霞 却意外地离开了队伍 这无疑在球迷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央视的记者特地赶赴香港 对中国女排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在采访中 主教练蔡斌向记者透露了丁霞离队的具体原因 原来之前因身体原因滞留在澳门治疗的丁霞 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 认为她的身体状况不足以支撑高强度的比赛 因此她无法参加香港战的比赛 出于对她健康的考虑 蔡斌决定让她返回北京进行休息和恢复 这也意味着 这位经验丰富 技术精湛的二传手将暂时告别赛场 无法与队友们一起争夺奥运门票 这一消息传出后 球迷们的反应各异 有些球迷对丁霞的离队表示遗憾和惋惜 认为她是中国女排的重要议员 她的离开无疑给球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 也有一些球迷对主教练蔡斌的决定 提出了质疑和吐槽 他们认为 既然丁霞在澳门战的比赛中 已经表现出身体不适的迹象 为什么蔡斌还要把她纳入香港战的名单中 而为何之前表现出色的主攻手王云露 却被临时踢除出名单 这些质疑和吐槽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事实上 蔡斌教练在制定名单时 可能也面临了诸多考虑 一方面 她可能希望在关键时刻 能够给球队提供更多的保障 因此选择了经验丰富的丁霞 另一方面 她也可能希望给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 因此选择了踢除王云露 然而 这样的决策在球迷看来 似乎并不完全合理 毕竟 从澳门战和巴西战的比赛来看 丁霞的状态并不理想 她的体能和速度都有所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发挥 而王云露作为年轻球员 她的潜力和能力都值得肯定 她的离开无疑让球迷们感到惋惜 然而 作为主教练的蔡斌 肯定有自己的考虑和安排 她可能会根据球队的整体情况 和对手的实力来制定名单 同时也会考虑到球员的身体状况和状态 毕竟 在激烈的比赛中 球员的身体状况 对于比赛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此 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蔡斌教练的决策 对于丁霞来说 她的离队虽然让球迷们感到遗憾 但这也是为了她的健康和未来考虑 作为一名老将和奥运冠军 她在中国女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她的离开 无疑给球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但同时 也给年轻球员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